拿下来的话 他们将会拿到BO7的四个赛点 这场比赛 2比0开局 几年二大比较有备而来 不管是从今天的绕后上 战术部署上 包括 那个二塔草 对 都是对AG双晓晓会研究透彻 这局比赛 拜访选边的AG选择到了红边 我们给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我们在今年的挑战者杯 有了一个调整 冬季冠军杯改成了挑战者杯 而挑战者杯 我们这一届的KP 也要只有前六名 才能够去打挑战者杯的选拔赛 也就像 一二三名关押击军 可以直进挑战者杯 而四五六三个名次 可以和全国大赛 包括K甲队伍 去打这个选拔赛 去抢名额 那也就是讲 现在的 圣者组的四个队伍 已经锁定了前六了 现在半组组队伍 只有两个队伍可以拿到前六 那么这场比赛 如果输掉了 就意味着他们将放假 一路放到明年春季赛 这对于职业选手来讲 是很残酷的 确实 所以A级就要加油了 来看一下这一局 先搬掉了云英和盾山 RW匠的班位上 而A级的班位上 则是鲁班大师 加上蓝 还是没想法 没人能在喵的报道 先来个沈梦西 拿沈梦西 就观察一下 而且他们自己搬掉了盾山 而且锦囊阿W匠 他这种搬法 就是很过分 怎么说 因为我众所周知 成都一级超王会的大乔体系 和马超阿古朵体系 要么就不玩 要么就拿出来很一般 对 他就这两个东西全给了 都给你 我拿沈梦西 对 他就把外面强势的东西拎出来 然后把这种云英 他们能C的一个英雄搬掉 对 但是你马超阿古朵不拿 不代表我不能拿 就是RW匠 他们知道这种里面 他们是可以拿阿古朵 马超的 小松这赛季 虽然说用的很少 只有一次 但是那把赢了 而且阿古朵是 小叶擅长的英雄 这个赛季四次三胜 所以你不拿 我可以拿 你直接出阿古朵马 超那一级就出 又那了呀 对 但是你中路是赢阵 等一下 直接赵云加孟奇 没出 我感觉他们就是 搞打野英雄词 就是把你不擅长的 就都放出来 然后把你擅长 拿分高的 他就都搬 要么就是选 我选好打你的 像孟奇在阿泽的手里 这个赛季是七战五胜 对 然后这把是用孟奇 来打联波好打的 对 但剩下的成都一场 会还是一样可以出露娜 露娜可以拿 毕竟露娜用来打赵云和孟奇的话 在中期开始打一个边带的时候 他一个人就可以打 进来RW下这里两个了 但这把 AG一定要赢 AG不赢的话 下一把估计就阿古朵马超了 对 就没什么天底了 对 但你这把赢了 下一把依旧不影响他阿古朵马超 也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这把赢了的话 你下一把 万一输掉了 你不至于就4比0了 那你肯定要赢了 对对对 所以这把必须要赢 因为对面的 别人的手里是有这套体系的 对 而且简单RW下想的是 你中路 你出了赢阵之后 这个露娜其实给你的话 你打到后期 你的一个阵容的输出结构 会以AP伤害居多 所以他们把魔女走魔补出来之后 成都一计划会 这局的后期能力会很差 没错 因为他们目前的结构组成 中路和打野都是双AP嘛 东黄搬 东黄蓝绿王 搬了个东黄搬个蓝绿王 也是确保 对确保一下露娜 有没有可能出张良辅助 我其实一直觉得张良辅助真的好强 在这个赛季里面出过 但出的不多 真的很少 这一把的话 如果后面 成都一级超王会 不是 不张飞就应该不会出 这样的话 他是一个 有一个联波张飞的双拆火 那张良有走 济南辅助这把就套不了了 这种应该不会出 如果说是单联波 配个软斧 对 第二轮的班位上 而大比较是出现了 马可波罗和李元芳 两个射手啊 在打野位置 你已经选择的情况之下 那我后面就没有必要 在猛攻你的打野的军营池了 再选个李元杰 而且加罗A级也用过了 高频队 泰迪组合 而且有底人杰这样的英雄的话 就是专门用来打一些双前排阵容的 对 他有黄牌下雪线 而且他平A 这三秒可以穿 穿透 还没有李元芳 也没有马可波罗 也没加罗 公孙丽也用过了 鱼姬了 马可也被搬 鱼姬可以了 鱼姬这把 沈梦西直接炸 沈梦西加孟奇 怕就怕打不动 能扛压 只能选鱼姬了 这把没那么好选的射手了 就是前期稍微有点拖 这把可能就要看 就看路纳了 真的就看路纳这一局 对 这一局基本上就是 鱼姬加张飞 守你 守你们的节奏 然后靠路纳出节奏 鱼姬加张飞 然后你沈梦西过来 张飞毕竟有个盾 对 然后加后面会补军团 对 然后你赵云如果过来的话 那我有个二技能 所以可以给你两消了 下路抗压 就看 出城路能不能打出节奏来 这把纯粹就是上野 上野斧 不是上中野 这把要给出城 好好的把野区稳住 然后靠出城打节奏 出城这把一定要打凶一点 对 而且他这把 他肯定要一个打两 两到三个 如果说打不了 打不了 给不到很大的压力的话 一诺那边会很难受的 这把靠选手的个人表现了 因为在下路的一诺 抗压还行 在新年二大面太乙真 没到四季之前 不大可能会被跃 他最多久可能会被包 包我就放 对不对 你只要来四个人包我 那你上路就炸了 怎么说 他们红方 他们红方的话 其实是好手篮 对 红方好手篮 红方有一个社府 社府帮着一起守 就等于是 如果你要来入我的野区 我中路加下路包过来 我野区是四个人 对 而且就算在对抗路 如果是被压了的话 到后面可以通过一个 原出法阵 直接传到篮区这里 对 赵云的话 他前期你要想进野区 不大好心 因为赵云 他是一个弱势的打野 所以他这一局比赛要想进野的话 那有可能小松进去 红区看一眼 他带的是个城 才让他进去看一眼 这把节奏应该会起的会比较偏慢一点 就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AG最近的比赛里面 他还是会出现一些些的 就是野区就是没办法防住的情况 包括他在这个常规赛的前中半段 也有出现过被别人偷buff的情况 所以这把看到了这个逞击凤奇 也是需要小心一点 不过一起逞击凤奇一般不会反映 第三阶段的AG 其实他在野区的布防上面已经比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做的已经很好了 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把出城露娜应该是可以安然度过一个前期的 而W卡这把阵容也不难打 对啊 他这把阵容也很舒服 他正常打一个线上 就是你看三线单对单 他没有一条线是弱的 两边都有可打心 对 他正常打对线 他的三线全强 所以他根本就不用担心 他只需要防好这个露娜 不要让他乱飞就行了 包括看看他们的野区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期待双方的第三局 把画面交给现场的观众 这个赛季出城的露娜是六战三胜 小叶的赵云是七战五胜 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三局的对抗 这一局比赛也是锦南2W霞 要抢进赛点的一局 露娜这个开局是红开往下刷 有点想在第一条龙的时候 跟锦南他们俩打一波 对 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自己的蓝BUFF的持续性 在两分钟那一波 下路完全的压制 压得还比较凶 贴身二技能 把这个核刀之灵拿到 画面也很细节 前面一般 不会有多大节奏 中路的核刀之灵 是没办法控了 就看两分钟那波龙团 是想可以不还是说换龙之类的 中路核刀之类还是七滴血 差一点点被迎战A掉了 上路这波线 肯定要被塔吃一个 中期被连坡拦了一下 被塔吃了一个兵 对 吃了一个兵 还好不影响到中路来吃到了核刀之灵 我怀疑压得还是比较凶的 就下路是他们的对线优势 上路也是对线优势 中路的话 沈梦西转线效率 包括清线速度 在这个时间点也比赢真快 对 上路可能要出一波节奏了 赵云这里直接扎了一个连坡 对 连坡有满战一直 回头一二一打一下 露娜再飞上去 但是只能压一波状态 杀是杀不了的 因为小宋她卡前点 清完线是到达四级 到四级之后 露娜如果想追的话 孟奇大招可以直接走 就万一断大了 不过现在都是亏着一些 边野之类的 边野中边 也小资源 这波是受不及的 但是前期的三个河道之灵 都被RW下拿到了 对 已经在骚扰了 骚扰露娜 然后传下去 要传下去控龙 小叶传下来了 传下来可以直接打龙 因为露娜家里的 红刷了 是的 守龙 真给大招想试着抢一下 抢不了 这波只能影响一下站位 但这条龙目前A级超弱 会在下路没有办法打对线的情况下 是肯定要丢的 小宋交出了大招 梦尼环又撤退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梦奇 就多去红区看一下 对 看看你在刷什么野 就洞产到你的打野的流向 能烧我就烧 烧不到我就大招跑 对 二技能影响一下露娜刷野速率也行 是的 万一一抢一个buff呢 二技能嘛 而且他带的是成绩 开局的出城野区都很舒服 就没有被禁 是一个和平开 但下路 下路花云的防御塔在前三分钟也没有磨了太多 这拼禁鱼机加装飞 这波中路的荷劳之灵就能争了 一个成绩把中路的荷劳之灵拿到手 再去拿一条主宰吗 没拿 上路直接去追击梦奇 但梦奇现在手里有大招 促成直接飞 贴个身 拉上去二技能再打一下 小宋直接走 对 梦京环又从墙外走了 现在就是ag的上半途的强势 下半途的话绝对劣势 直接跃到了塔下 在他一只人有四级的情况下 主动去入侵 将下路的一诺奇杀掉拿到了一血 下路一个非常完美的配合 敌人杰黄牌中了之后 他也正人立马闪炸 对 接史蒙西一颗雷 我combo打得好 黄牌直接减双抗 史蒙西的伤害最大化 这一下被RW找到一波节奏 对 下路就是RW的对线绝对优势 然后中路还能够更快的跑线来到下路 所以RW的逻辑肯定是打下的 这一波直接一闪上去大招 直接拍起无心 但他以前给了一个复活 无心捞了起来 在太阵也想留人 什么机会都给一个大刚好 炸到了阿泽 阿泽没能扛住无心 收下人头 敌人杰还往前在压制 同时另外一边 赵云和孟奇在骚扰露娜的一个红buff也缺 嗯 红刚好拉脱 这个成绩交掉了 交掉了 蓝要掉 对 红要掉 伤害没空 这个红buff也被几年RW甲给拿到 这波被两边出节奏了 王牌在打中 二伞贴身 哇差一点 小马伤害最大化 但是九成没有阵亡 这波 这就是压台压出来的节奏 完全压制住了 因为上半区是AG的对线强势嘛 下半因为有露娜可以过去支援 这波就没办法了 那从这一波开始 程度AG发位真正的炸了 对炸了炸了 RW甲直接把AG打炸了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小松 他每一波也去进去看一眼 我能够反掉 那就是大优势了 我不能反 我就看到你在干嘛 对 这波节奏好崩啊 但这样也没办法 AG他们这个阵容怎么办呢 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就是他下路肯定是要约你一波的 他本来正常来讲是慢慢的等到阿泽的联波下来 然后露娜在上面开始打一个4-1的时候 AG战王会可以好一点 但是就是因为下路那一波直接伊诺倒了之后 阿泽提前过来 那一波其实是想帮着止损 但是没有杀掉人 RW就是那一波技能combo combo的很好 要不然 手法 对手法 没那么好处节奏 你想张飞带干老 他太义顶多就是一个复活嘛 复活加伞嘛 他可能杀不掉 他是鱼姬加张飞有大加干老 外他就是一个在塔下二手三 其实还好 没那么容易被通过 对一个满血的鱼姬 有技能被控的动都动不了 那没办法呀 他吃了一张黄牌之后 然后什么东西从天而降的是一个法术伤害 还就是他这开二他也没用好 一个就是没手好嘛 二个就是攻的好 对就是RW这边的手法确实很到位 这一局比赛 对的 后面也是阿泽联波过来 想止损换个无心 人家太义直接给个复活 对 然后导致于上路露娜这个野区 就没有一个联波帮他去卡人 开了大招 想预判一下蓝buff的左草有人 红buff这个可以给鱼姬守下来了 这一个大招劝退了RW霞 AG不能急现在 AG急了不好打的 这两把阵容 AG都是比较偏发育的 这前期都不强 这个蓝又被反掉了 就扣一个就拿不到第二个第三个了 现在露娜节奏有点好难受的呀 对本来这个阵容中期就是要靠出城这个露娜 能不能把几拿W霞人在边路上牵制住 然后一个射手也不敢出去清线 刚刷了一个小野 现在下路也没有伊塔 RW露娜出去带的话还有危险 但是这套阵容想抓RW霞的话比较难 RW霞在中间施压要抢这一波中 梦奇一个人solo掉了这条小暴君 现在基本上就梦奇自己一个人盯住露娜 露娜清线 然后梦奇就A线加A人 就基本上这样 对 他也不好杀露娜 露娜的经济现在4000还没有梦奇高 然后清了一波线自己的状态也被打残了 基本上就状态万线 对 而且这把还是一个守龙 守龙的话如果梦奇去盯一个露娜 她的伤害会影响到露娜打平A的一个速率的 当我们看到露娜在戴线的过程当中 一波线清纹被梦奇打残之后 那其实就已经证明你的司翼的这套阵容的E 已经完全没用了 已经裂了 对 已经完全没用了 我直接担住这么大 担飞打高没碰到 就打一套骗了一波技能 有钱啊 赵云的被动也能扛 梦奇奇在露娜脸上打 扛着塔 林郑也过来大招敲完了 下路上路都在断线啊 露娜这波被打残 这个蓝巴夫又没办法走 是的 红区小叶还在看着 但是野区AG有三个人防守 这个红还是能够给伊诺拿到 但这个蓝的话 促成就拿不到了 虽然说旁边有九成和阿泽 但是实在不敢进去 进去谁都扛不住的伤害 开支人上去 舔一下那赢阵的大招 直接把敌人杰给扫走了 本来估计想 接着刚才压塔的那种节奏 对 直接散打接黄牌 然后神魔戏一个得 而WX今天的前中期的 部署做得多很好 不管是第一局他们的防守 还是第二三局 他们在制造阵容的理解上的进攻 对 都把AG超王会打得很难受 第一局是他们的 他们的部署让AG 没有办法打入自己义务的节奏 还有就是他们团队的一些极限的配合 对 就下路那一波 就这局比赛下路那一波 一个黄牌接一个闪扎一天 对 就手法自信打出来了 手法自然也二然的也就起来了 但就是AG可能会在这前两局的比赛 把他们的状态打得有点下滑 这条龙 现在一定要稳住 嗯 小座不开了 他也没沉 对 对 身旁视野全miss不打了 往草里探一下 看到了一个出城 不过现在 AG有点难处节奏了 AG 就只能说 一直发愈发愈 嗯 他已经 边路上这出城的路大也牵制不住 牵制不住了 已经打不动梦琪了 毕竟前期被空了那么多buff 没错 他打不出经济压制的一个效果来 他的这个单带给不到人危险 那几年RW的侠就没有必要从正面的四一的那个四那儿调整过来 又是一个黄牌再中继续给控制 木槿环游上去直接把出城控死 又是这样完美的combo 黄牌先手 敌人杰开团 就是夸张到一个有抵抗之宣有大招的路大 完全动不了 他空大 他空大了 刚空大了 他是直接被他以吓得空大跑的 被一个极限距离黄牌定住 完全控死 这个控制是烈焰接的 花云这把敌人杰 打出了开团的效果 真正的战士 那不过两边被其杰都太上了 他是下路定一波 定伊诺 上路定一波定出城 把AG的这两个C 都在线上击杀掉了一次 再加上赵云他是吧 把魔女躲篷在刚才那个点上面补出来之后 他可以跟孟琪两个人去做一个换线了 然后孟琪到正面来 去开一个视野 帮着一起打消耗 然后赵云可以在编带上面去打一个露娜了 他现在有个魔女躲篷完全补虚 这把RW霞比前两把都要顺 对 因为这把我们其实没有看得到 RW霞的翻车点 所以他们知道这看不出翻车点 前两把的话我们还能够看到 AG他们可能在大后期还会有一些机会 但这把你看到现在为止 你比较难看到 AG他们怎么拖到风暴龙网 拖到风暴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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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姬起来还是商业很高 就等鱼姬 但现在鱼姬的经济 老实说追的 7.4K 对 来看敌人节8.6了 就现在的RW霞 他们在利用太乙真人这个节点 去滚经济 滚到1万以上 就AG还是要发挥出上一局比赛 他那种逆风抗压的能力 然后带大赫去去拼 上一场比赛是因为三高破的太早了 这把RW霞 还是要贯彻上一局的那种逻辑 就是尽快的把AG的三高都破掉 然后再去逼这个龙王团 不过这把又有点不一样的就是 来这一波闪现黄牌想中出城 没中 稍微歪了一点点 就是这个孟琪 这个孟琪真的太难解决了 太肥了这孟琪 太肥了 这孟琪一颗雷 打出了银正的闪现 就赵云和孟琪这波进场稍微想消耗一下 AG试探性的反打了一下血都不掉 她W也不会强行月的 毕竟又干了 就卡一个成都一场会转线的过程中 他们俩会进场骚扰一下 对 王娜把线清完了 但这波她已经和赵云全都上去了 Luna一个人面对两个 赵云打了直接中 天阳中都把她空起来 Luna回头反飞 看到没有断 但队友好像已经没有办法跟过来了 在正面被拦住 Luna就不要被控死啊 除尘 最终倒在了赵云的枪下 泰智仁受到了这个人头 而且正面 张飞跟联波加上迎阵 根本过不去 一个孟琪加上 敌人杰加上沈孟琪三个人 把他们三个人完全卡住 对 满质量孟琪加上她有一个平凡的刷盾 光是联波和张飞这两个前排 就要被她的黄刀和痛苦面具 一直打状态 对 要绕塔后 赢阵一技能直接打一下 赵云这波大招 吃的直接去找伊诺 伊诺倒下 泰智仁给了个复活 捞一下自己 中路龙轻不掉啊 二塔破完 RW霞上路还有一条龙 5-5-0的一个人头 到目前为止 AZ是0人头0龙 只破了一座塔 他现在也不好拿到人头了 落后了近1万的经济差了 他们知道这种击杀率太低了 就是在自己的大射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现在鱼姬才8700 说到这种要靠路那前面 如果说野区能稳固起来的话 才有的大点 是的 而且在这套之龙出来的时候 大兴就聊到了过一个魔女的棚的问题 现在RW霞他们的魔女 就是赵云有了 敌人杰有了 他一人也有了 对 就三个关键点的魔女都有 而且小松的话 他魔魔女无所谓 他有盾 而且他质量高的话就能扛得住 对的 而且我觉得成都一招会 这种频繁的一个射野的轮换 从刚才那波团很明显的 就可以看到伊诺鱼姬的熟练度 他是不高的 不然你正常来讲的话 你换成其他比如说天神或者妖刀的语气 他们一个大闪 是完全可以调整位置 然后把自己拉回到高地塔里面的 就那些职业操作 他反而是一个大招 把自己送到了济南RW霞的忍堆里面 哇 又控死了 这波再来最后一下普攻 有红buff的伤害 出城出去只想清一个线 但最终还是倒了下去 黄白定住将炸 对 伤害太高了 镜头给到出城 在镜头给到灵斗 灵斗已经消开了花 嗯 赵云再进去 一个大招 打一下 阿泽的连坡 满站一直都扛不住 下路的兵线 主机给个一银证给大招 可以清掉这个炮车 但上路的孟奇 已经开始在摸塔了 方向的血量掉得很快 残血塔 对 对 对 再上去 闪现炸 连坡大招拍起来 一群人在身后没有队友 对中飞 华云流了下来 队友一个都没跟上 这波跟上的话 其实也杀不掉 除非出城跟过来 再给个大控制张 张飞再给个大招 然后给到九成 以及伊诺输出的环境才行 阿泽这波只是被迫的一个反党 对 他们想要打赢 刚刚那个位置就是 开一波完美团 所有大控全部交上 把人全部控死 五个人被聚在一起 他第一波是看到笨狼要冲塔 然后就往前交技能 然后看到自己打了个OE 然后交散 上去打一波输出 这条主宰 A级拳卡在红区 有点想要的意思 孟奇进去了 看能不能强 把视野拦住 凭震大招被规避了一大半 小宋很肉 这波出城想抢 被孟奇孟奇环又直接打到 再加上一个黄牌 定死 龙还没拿到 出城也倒在了龙坑后方 哇 玩的就是一个无缝险阶 是 哇 这把RW控制链打得真好 就敌人杰的黄牌太准了 这一把 下路靠他的黄牌起的节奏 上路靠黄牌又把出城打退 然后这波龙坑也是一样 是孟奇的大招接他的黄牌 这场黄牌没中 上路的兵线进去了 把技能都交给了中路的兵线 而且中路的高地坑没有能够守住 干扰还用掉了 想要冲进去想一波 兵线进去 鱼姬给一剑 把中路的残血兵给清掉 往回退一下 状态不是很好 RW的甲很稳 不着急冲 再挂一波野区 再拿个暴君 再把经济拉一下 然后整合一波 复合甲都出来 然后打一波团 感觉BO7的RW霞和BO5是两个队 关键现在才打到第三局 对 这才第三局 才第三局 就已经要3比0了这把 这把从目前的局面上来看 经济差拉到了1万3 这1万3的经济差 已经可以宣布这场比赛 胜利的天平已经90% 倒在了几男RW霞这一边 他们滚得挺好的 这把 黄牌又中了 又中直接跟伤害 一路线倒了 一个里把他秒掉 大C阵王 连波给个大招拍一下 但是并没有后续的猪猪 已经给大招 大招几乎全部搜到了龙的身上 花云在塔外 再把塔给点掉 下路后面还有一个紧锤其后的龙 那飞进去 被孟姬拉 孟姬拉又给空起来 终于再接个大招把两个全部收掉 水晶也守不住了 让我们恭喜 孟姬拉RW霞3比0进入赛点 四个赛点 哇 这把电解控打得是真好啊 这黄牌定的 是的 在KPL的所有的正赛环节 RW霞从来没有从 AG超完会的手里进入过赛点 这是他们第一次BO7 第一次BO7 就率先以3比0的大比分进到了赛点 给到对手四个赛点的压力 今天的济南RW霞准备充足 士气旺盛 再加上他们选手的一个状态和手感 是随着一场一场比赛的胜利 慢慢不断的叠加上去的 对 他们一定要先引一把AG 没错 今天的RW霞拉满了 完全拉满了 RW霞是越打手越热 那压力全部都来到了AG的一方 现在AG就要想的就是不管了 先先赢一把 是 先把士气给提上来再说 先赢一局 就像在评论席开场的时候说到的 KPL的季后赛 KPL的BO7也不是没有果然在这一次 对 所以现在AG要提的是士气 把士气把自信找回来 他们队伍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操作怪 只要他们的自信回来了 每个人都可以扛住这个压力 对的 他们见过最高的舞台 他们都去过总决赛 但他们必须要在现在 压力来到自己一方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站出来 做好自己的那份责任 接下来让我把画面转到评论席 济南2W霞 现在是一个3比0 结束了上半场 其实回顾整个济南2W霞 在这个赛季的动作和表现来看 他们在转会期引进了无名加上无心 然后当时也在常规赛 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轮换 对 那个时候就一直不稳定 就是前中期一直能出节奏 但是到了中后期一定会掉点 一定 所以后面做了一个轮换 然后也是让他们下去调整 后面调整好了 你看现在上来 5人首发真的也是特别的好 然后就因为上 就是上一场是在那个 常规赛第三轮的时候 最后一局 最后一场 灵斗他就是有换人嘛 但我还是觉得 这5人首发的效果真的很好 而且我觉得现在RW霞 他们的一个比赛的气势 是这局不考虑手法和运营 就单单他们整个的一个游戏上的气势是有点 起来了 对 他们真的是越打越好 很自信 对 你说他们就没有包袱 然后放得很松 就很轻松的去打 对吧 我真的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今天就一个方式 就是打成都AG超文会的野区 而不是针对人 我发现这三局不同的人去打野 他的野区都是崩掉的 连续把三盘的野区全部给他打死 针对到死 真的 就是炸的不能太炸了 而且这局露娜的话 其实本来这局露娜是很好发挥的 因为其实这局济南2W下 他几个英雄都是被露娜克制 就如果是露娜在野区不崩的一个情况下 赵云 孟奇这两个限制不了一个带线的露娜 太针对她了 就是她去边路带线就盯着她抓 然后在野区就控她野 就一直限制她 我之前见过最多场景是露娜去反赵云的一个野区 赵云拿露娜没办法 但是这一整局的话 出此露娜被限制的狠死 经济差一万八千七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有太乙真人 有太乙真人 就是又有太乙又有优势 就是怎么说 就是一万八 一万八 来看一下本局的MVP 给到了济南2W侠花云敌人节 因为这一局不管是花云的敌人节 又或者是无名这边的一个太乙真人 我都觉得两个都作为开团点 这把开得很好 他们很多都是先手去开团的 太乙真人也是无名出场次数最多的英雄了 拿过七次 他们节奏很顺啊 下路打开了之后 把下路一塔破了之后 就是进野区 这就中路和野区一直转 因为他应该可以发现 儿道下他是有一个限权在的 你看这是第一波 来上路来 就直接控死 主要是还有太乙真人 又有优势 其实这一局打完之后 就这种方式的去针对 感觉对于出城的心态来说 会有很多的影响 因为刚才也看到就是画面 就休息室 他们工作人员也在安慰他嘛 确实担心他的心态 真的是要快速调整 最后赛败者组的比赛 现在成都A机场合会 不是身在胜者组 还有复活甲 已经没有复活甲了 对 已经没有复活甲 这个赛季根本就没有拿到过复活甲 现在是在败者组的比赛 就对于他们来讲 真的是迫在眉睫的需要改变 赛前 就哪怕就是很多人 都预测成都A机场合会不说 而且也没有人说 会想到是一个被几男不暇 先拿到三分的一个局面 对 应该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如果是今天爆了的话 我估计所有人的预测全部翻车 对 翻车是一定的 对 只要是没想到成都A机场合会 会在上半场的时候 一小分都不赢嘛 因为确实一局打的比一局 他们那个气势会很大 现在就是感觉 嗯 给我感觉 可能在阵容上要弥补一下 对 起码野区先保住 不要太炸 对 关键是他们野区这个问题 也不是今天第一天发生的了 这也是济南RW加抓住你的一个点 痛点 而且济南RW小的话 他们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喜欢 打潜中期的一个队伍 只是在之前的一个常规赛当中 他们的后期处理能力就没有太好 总是被翻盘 但他们今天 稳住了 对 就前期拿到优势 这是他们常规赛的一个 常态吧 经常的 但是他们今天的后期 要做的比常规赛好太多了 对 就他们打得很果断 该压的时候就一定会很凶的往上压 这最后这一波的话 一万八经济顶不住了已经 对 就是人均都可以说几乎是人均了 人均压你一个复活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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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换个梅道斯明的钱都够了 对 我觉得现在对于成功